制定函数部分 1.我们要先把开发人员这个标签叫出来 不过我发现光这件事情 就有很多同学不知道该怎么叫 重点为1.上面有个小箭头 其他命令 记得制定功能区里面 这个开发人员 本来是这样的,你把它打勾就好了 就只有这样子 这个动作我想 以后如果你要考试通过的话 这个如果你不会 可能你第一步 你大概就已经没有分数了 第一个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按确定就可以了 如何制定函数 1.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个之前有写过的东西在哪里呢 可能你打开之后就变这样 记得你的东西放哪里 你要知道 一定是在这个Visual Basic里面的模组 那模组里面理论上应该会有个Module 1 那未来程式写哪里呢 就是写Module 1里面 OK应该没问题吧 打开 那你之前写的东西都在这里 所以会有两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要制定函数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 如何制定一个 Excel里面没有的函数 那它会在使用者制定里面出现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切到这边 OK 没有问题吧 将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什么 将来在这边插入函数会出现 那插入函数要出现的话 你需要做哪些动作 1.打开模组之后的话 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程序 那之前我们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不过特别注意呢 我们因为今天要制定函数 所以请你记得 形态部分一定要改成方选 特别注意要制定函数是方选 方选实际上英文的意思就是函数 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定义出一个方选 一个函数 然后呢名称的话叫什么呢 名称的话我们叫做手机好了 假设我这个 这个名称是自己定的 所以你就取 假设我要取一个名称叫手机 OK 好 那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什么 诶 方选 诶 手机 有没有 那N的方选 头一定是方选 其实前面那个public 你暂时可以不用理会它 其实没有也没关系 这个public主要是共用 要不要跟其他的专案共用 如果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专案 有没有 只有一个档案 所以没有那个共用的问题 所以有没有加 没关系 你先大概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产生一个 这个所谓的手机的智力函数 那接下来要做哪些事 因为 这个手机的智力函数呢 它跟 上面这个sab最大不一样是 sab是线性的 按下去全部跑完就算了 但是方选是互动的 也就是说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诶 你可以有电信业者 门号 所以这三个 那这三个 我的习惯是把这三个 Ctrl C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三个名称 先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记得贴到这个 小刮壶的后面 把它贴上 不过 贴上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换行 所以请你把那个换行 delete掉 那这个后面刮壶 实际上就是要跟使用者 要什么样子的引数 那中间呢 请你加上逗点 来区隔 就是说你的引数有几个 OK 所以如果你有123 那将来呢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 就是123 那我们可以 假设已经做好 这个部分 你可以先验证一下 游标放这里 插入函数 然后使用者定义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 有一个 方选 叫手机 这个时候会出现了 那第二个引数呢 我怎么知道 OK呢 123出现了 但是你现在如果给它 资料的话 它应该没办法给你正确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程式还没写好 那你要怎么把程式写好呢 就是底下 还要再把那个程式撰写完 那怎么撰写 特别注意 一 请各位把那个 它会传资料给你 透过这三个 那所以你怎么 怎么去把结果给串出来 一 记得把那个方选的名称 手机放在最前面 因为呢 它会把最后的结果返还给谁 返还给这个 存在这个手机函数里面 然后再丢到储存格 所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09 因为我需要一个09 然后空一个 end什么呢 09 再来就是什么 它给你电信也11 所以你就把什么 电信业者 这几个字 搬到哪里呢 搬到end后面 这我习惯是 按Ctrl键拖拉 然后呢 end 空一个end什么呢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end什么呢 我需要一个 门号的区码 所以区码的部分一样 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这个end后面 可是呢 我需要怎么 把它格式化 所以加一个format 前面上个礼拜才讲过 用format前刮壶 然后呢 在区码的后面 逗点 给它格式 双引号000 后双引号 再后刮壶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串 串完之后 丢到手机还没完 还有末码 末码怎么办呢 一样 把这个公式呢 复制到后面 我是用ctrl键的 拖拉 把它ctrl键 我看一下 这个从哪里呢 因为我需要一个简的符号 在格式化 所以我就从这边 把它ctrlc ctrlv 那我习惯是 拖拉的时候 按ctrl键 那把 后面这个呢 本来是区码 改成什么呢 改成末码 这样就好了 他会怎么样 把09 他过来是11 对不对 先放这边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因为使用者会选这个 然后把资料先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之后 你再把它放在这里 就0911 然后一个简的符号 再把84放过来 然后他一样移到这边来 格式化变084 一个简的符号 最后这个 把7也放过来 放到这边 那一样传过来 格式化成007 最后串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丢到 手机这个函数 那手机这个函数 因为他游标是放在这里 所以他会把最后的结果呢 帮你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 这个制定函数的流程 大概就是有一个 互动式的结果 就是他跟你要有引述 你把它最后结果串完 串完之后 丢回给这个手机本身 手机本身呢 再丢到储存格就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那你做完之后 特别注意哦 真的没有几个字啦 一行程式而已 一个方权加一个程式 但是呢 你只要有一个细节做错的话 那当然全盘都错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最后结果 游标放这里 插入一个手机函数 他跟我要三个资料 我就提供三个资料给他 你到那个 F4到H4里面 去抓资料 那怎么知道 结果是正确的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个有一个 他会帮你把它串完之后的结果 丢到底下告诉你 那表示应该没错 按个确定 这时候的话就正确了 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建立一个 所谓的资料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感谢观看 明镜 telling